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人气男团东方神起成员郑永浩将于本月21日入伍服役 而另一位成员沈昌明也于近日递交了义务警察志愿书并获得合格通知 据之前人士证实 沈昌明于递交了义务警察特长编志愿书后 于7日获得合格通知 按照规定 沈昌明将在30天之内收到编务厅发来的入伍通知书 接到入伍通知书后 沈昌明最短在三周 最长不超过两个月内将正式入伍 8日播出的MBC新水木剧《夜行书生》将很可能成为沈昌明入伍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东方神奇的两位成员今年新后入伍将使东方神奇活动陷入两年的空白期 最快将于2017年下半年付出